好 各位买好 我是董买买 今天蔚来负责智能驾驶的哈尔一同学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视频 是关于领航换电的 领航换电前两天我也拍过视频 那是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并且人是在车上面的 蔚来的车已经可以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实现 自己开车 自己排队 自己换电 换完电之后自己驶回高速了 但是昨天晚上的这个视频非常令人惊讶 它是一个无人状态下的技术演示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这条视频吧 然后视频开始的这个状态 我们看到这时候驾驶员已经离开了车辆 仅再次注意这是一个演示版本 对 而且他们是在园区内进行演示的 自己的车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好 我们看到车现在已经自动开始驶向换电站的路上了 并且这里是一个左转弯 我们看到未来的车在自动补光 这个光线效果还不错 然后到前方 前方你们看到这里的路并不是一条平直的道路 它是有一些体现的 然后车正常通过了 并且在减速带这儿还进行了提前的预减速 这里的字幕是哈瑞同学家的 那它其实已经 我觉得它暗示了你未来具备对于减速带的识别 并且可以提前进行减速 这条路看着还是挺窄的 车呢是以1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在前进 对于无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时速应该还算不错了吧 好 这个温馀前面你们看到又有一个减速带 车已经从14公里的速度 然后再次减速到7公里 同样减速带的时候车就是会减速 确定了我的这个判断 车是可以识别减速带的 并且可以识别提前减速的 好 这里又是一个左转弯啊 这里面的弯都是相对比较死的弯啊 好 前面又有一个减速带 不过这减速带的高度比较低了 好 这里的路径有一点复杂 因为车要向左进行一个偏转 车也对边上车进行了一些偏移 好 远处我们看到右侧是充电桩 前方是换电站 然后这里有一台车辆尺处啊 这里还挺复杂的 我以为要跟这个车辆进行交汇呢 结果非常简单啊 它没有单纯的停下来等待 而是直接向右侧稍稍挪了一下车辆 就过去了 好 到达这左边有一台ET5T的尾灯亮的载号 车这样不走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换电 好 这时候最后一个左转 左转完了之后 车辆应该正常情况下会开进这个换电站的框 然后你去点击开始换电就开始换电了 但是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下的这台车 这应该是一辆ET7啊 非常凶猛的 直接吊起了博车程序 其实刚刚那个框框对这台车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它是顺畅的直接开过去 然后开始驳车 驳车能不能一把驳驶 那肯定是可以的啊 已经推送给用户的版本 R20版本 就已经基本上就要了一把驳驶 如果那个换电站不是特别复杂的地形的话 好 现在车辆进行了一把驳驶 一把驳驶之后 接下来就是大家所见到过的正常的换电 这个功能无人的情况下 自动导航 自动到换电站 自动驳驶 意义非常大 假如在法规已经许可的情况下 这辆车具备城市自动驾驶能力的话 它完全可以夜里趁着你睡着了 对吧 这个车夜里出去换个电 因为夜里的电费比较便宜 并且夜里电网 对于电网来讲 它负载是低的 如果你能愿意夜里使用一些电 对于电网的平衡有多好处的 所以这个功能其实意义非常大 未来秀的这个东西不是无意义的 如果每一台舞台都可以这么做 哦 现在你看换电已经换好了 并且这个换电有一个彩带 换电的时候车里的中红屏 并且有断电 其实是二三里面也可以 马上有DMD也到了 好 车辆这个时候右转开出去了 注意啊 右转开出了换电站 本来到这里正常的视频也就应该结束了 对不对 但是车还继续再往前开 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立刻就明白了啊 他是想演示的是 这台车其实是可以开出整个圆区的 注意 听视频 视频里面说了一句话 继续跟着导航用线去行走 没有 这里是个炸鸡 看到没有 车就要出去了 那出去之后的视频 我相信当时一定是拍了的 但是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 主要是法规问题 可能没有释放出来 这就是未来的实力的体现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买未来 在燃油车时代 没有车可以去自动加油吧 在充电时代 没有车可以开过去 自动充电 自动回家吧 辅助驾驶也好 自动驾驶也罢 他们的竞争从来就不是单点的竞争 你要论硬件 未来有四颗OMX领先于别人 为什么要用四颗OMX 就是因为未来要在未来 实现别人所不能实现的能力 而光有一个城市的道路驾驶 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点对点的自动驾驶 是包括城市 包括高速 包括驳车 包括补能的 这就是未来 跟别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那这期视频呢 就快速的解说一下啊 这个画面 希望 没啥 就跟字幕中说的一样 还没有买过来的朋友们 赶紧去预约试驾吧 好 这个是本期的完美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